這個的話會便宜5塊 我們有多收服務費5塊錢 民眾自帶環保杯來買飲料 可以省5元 但店家卻說 還會額外收服務費5塊錢 讓民眾傻眼愣住了 衛生的問題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品質 所以你們會清洗什麼的是不是 對 我們會 所以這樣好像也沒差 自帶環保杯竟然要被收服務費 民眾聽了傻眼 明明自帶環保杯可以折5塊錢 但店家公告卻寫 需要額外多收5元服務費 這樣算一算 根本等於沒有折扣 怎麼會自己拿杯子 還要再加收5塊 增加這5塊錢 我覺得錢有點不好 網友看了也留言 收服務費太誇張 是要服務什麼 我是不是也能收10元的跑路費呢 其實有很多店家 是直接漲5塊錢 原來這5元的服務費 店家說因為有衛生問題 幫忙清洗環保杯 才會多收錢 但恐怕這已經違規 如果屬實的話 會開罰1200元到6000元 什麼服務費啊 就是要5元的服務費啊 為什麼要5元的服務費 5元服務費 其他引道店沒聽過 連鎖總店也跳出澄清 是加盟店主的個人行為 但5元的差別 店家自動網上加價 也讓消費者不想買單 記者賴冠章 陳先生 台藝男 採訪報導 我是楊祥宇 白天堅守疫情新聞第一線 晚間我們一起掌握 國內外大小事 重大新聞深入分析 突發訊息絕不漏接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